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个6月27号 那么欢迎回来这个韭菜人生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是韭菜人生 这么多期里面呢 哎呀最可怕的最可怕最可怕的 因为这个真相嘛 那个我们内阁里面呢 唯一一个清华大学的那个工商管理硕士呢 他公布了这个大马的那个真相 其实整个内阁呢 很多啊都是得不配位的 他不是山洞里面出来呢 就是那个什么 啊 啊住在树上爬下来的 他整天跟你讲晒太阳啊 喝温水啊 那个水袋可以去旅游啊 就是讲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的 很奇怪的喝圣水啊 什么一大堆东西 是不是啊 啊整个内阁呢 那个那个 那个真正讲学历呢 只有两个咯 啊 那么一个我们知道 那个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嘛 啊那个 那个呢做错 那个做错位置啊 啊他他虽然现在他做在卫生部长 但是他的qualification 他不是卫生部长 啊 其实他应该做 台里应该做财政部长的啊 啊 但是他做在卫生部长 就是他其实是错位 虽然错位呢 但是他还ok啦 啊 至少我们当时的英诺会上还 还不错啦 还辅佐得到他 那么另外一位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有英国 那个那个大学的那个工商管理硕士 然后最重要他有一个身份啊 中国清华大学的那个 那个五道口金融商学院的那个 工商管理硕士 我们的冬孤诈福鲁 那他其实只是内阁当中呢 唯一一个呢 真正他的资格呢 坐在那个位置的 所以呢 冬孤诈福鲁呢 给我们公布了一个很可怕的那个增见啊 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什么事情啊 有人一直讲呢 马来西亚是天堂 虽然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不好啊 一大堆东西不好 但是你生活呢 生活确实在马来西亚生活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东西样样便宜啊 但是这个天堂呢 应该也是撑不住了 那这个天堂呢 是一个拿钱拿来踏上去的那个天堂 这个天堂呢 啊 其实是一种泡沫 这个天堂呢 其实是一种欺骗 啊 那塑造这个天堂的人呢 为了这个 为了损票啊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击啊 他为了损票呢 他把国家的钱呢 啊 你们现在现在看下去 你们就知道多可怕了 所以呢 去年啊 补贴金呢 用了773 所以你买的油便宜啊 你买的鸡肉便宜啊 你买的米便宜 糖便宜 什么都便宜 啊 政府啊 一年里面跟你贴了773 听到你都完蛋了 干嘛 一年才能赚到钱啊 一千多亿罢了 两千亿啊 那大马的国家财政收入 才这样少罢了啊 他跟你 他这个已经超过 超过全个国家财政收入 得到一半了 已经达到一半了 看大马能撑多久啊 如果收入进来 补贴得到 收入不进来呢 这个乌托班呢 就破灭了 这个泡沫呢 就破灭了 所以整体消费补贴呢 哇 他说现在史上最高 我们清华大学毕业生呢 他公布这个数据呢 看到都吓死人了 啊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 然后除了这些什么 消费品补贴呢 还有什么 他之前那个 为了保住那个员工的饭碗呢 那个工钱补贴啊 所以你们 疫情的封城了 这两年呢 还没有被开除呢 那个薪水 实际上是政府出给你们的 政府总共出了208亿 要不然你的老板 早就 早就跟你砍掉了 啊 那个是 啊 冬孤炸葫芦呢 给你们的那个薪水 OK 所以你看 去年的多少倍 吓死人了 800亿 13亿最大的数额 OK 那么这里有个对比表 你们就知道了啊 啊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一任政府呢 为了给人民闭嘴啊 为了损票啊 为了撑得住啊 你自己看他 他怎么花钱的 你看以前 以前2018年 那么他前面呢 西蒙政府嘛 所以 为什么西蒙政府 会倒台的原因呢 你看这个表 你也看得出来的 没有补贴咯 啊 你看那个汽油补贴啊 那个2018 那个 那个突然间 我们到了2022 表到373亿啊 这是为了给我们打 那个Long 95的那个油 那个油平衣油 政府自己花了这样多钱啊 然后那个1公斤 1公斤 1公斤 的那个油啊 OK 他叫石油价格合理化政策 他原本那个西蒙时代 才1年4亿 3亿5亿 2022年了 2021年了 突然间飙到22亿 就是后门 整年都是后门一代政府 后门二代政府 到了后门政府 变22亿啊 到了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 那 伊斯曼沙比政府的40亿 包括他当时 当时他加了那个 那个2kg 5kg 那个桶的 那桶的刚刚取消了嘛 他不能够当汉嘛 就 他怎么这个 使用油还费过疫苗啊 然后消费 其他的什么呢 什么电费啊 什么费啊 什么 总之有补贴的补 补到来啊 这2022年了 97亿啊 你看这个 西蒙政府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浮的 97亿 然后总共花了 510亿 还有 还有 更多的 总共 啦啦啦啦啦啦算起来呢 700 73亿 大概就去到了 那个800亿 那个史上最高的 那个程度 当然这个数据 啊 讲不了啦 因为这个是经过几个 就是audit出来的那个数据 然后政府 你又知道咯 他买东西又很贵的 他一把风扇3000块 那一台电脑 我们MacBook Pro 一万块嘛 一台电脑可以买到五六万块 啊 等下那个什么 啊 人家水喉三百块 他可以修理到三千多块 啊 哎呀 这些东西有个在讲了啦 啊 那个花钱又特别厉害了 部长薪水又高 公务员又多 啊 那个那个养老金 退休金什么金 那个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他 他只是补贴那个油啊 油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补贴到这样多 也不知道 就去了八百亿了 啊 你讲这个国家怎么撑得住啊 他这样子补贴下去呢 怎么撑得住啊 啊 你不补贴又不可以 因为他们不懂得 从那个根源去解决问题嘛 要东西涨价 涨到这么厉害呢 越涨价政府 就越欠钱 越涨价又贴 越涨价又补贴 因为全世界最大亏本争议呢 就是大马政府做的 就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做的 啊 所以他现在他 他不可以了 他把这个数据公布给你看 啊 要么继续补贴下去 补贴到国家 国家有一天不能够赚钱呢 国家王国 没有圣里兰卡这样 圣里兰卡这样 圣里兰卡现在一滴油都买不到啊 没有钱啊 政府完全没有钱啊 啊 然后 所以继续补贴 还是 你不补贴呢 啊 活不下去啊 完全活不下去啊 因为大马人呢 他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嘛 收入太低啊 那个千多块薪水的人啊 满街都是啊 在大马里 我们在城市生活 没有五千块 五千块 生活不好 我老实跟你讲 五千块呢 刚刚好够吃啊 五千块呢 刚刚好够用不了 那 你看 当时有多少人 连五千块都没有到 三千块都没有到得多 多得很啊 两千块一个月 赚不到两千块都能多得很啊 所以 这个补贴一取消呢 也是不可以哦 啊 继续这样补贴下去呢 也是不可以哦 所以 两条路都死了 哎 现在就看我们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生呢 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呢 我们清华大学的Master 千块大学的博士嘛 啊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所以 这个问题呢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怎样呢 对 真相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 他们为了损票呢 这个就是 他们营造出来的一个这么大的那个泡沫 800亿的那个泡沫 到时怎么解决咯 然后不要忘记啊 还要打疫苗啊 啊 好多疫苗要买呢 疫苗一买呢 几十亿哦 啊 那个Covid的药又要买呢 那个也是几十亿几十亿的哦 你自己看到吗 还有多少钱啊 啊 这样子玩下去 还能撑多久了 那么根据这个Anthony Lott的那个预测啊 这个 啊 这两个月呢 应该不会大损 因为他们要做那个Budget Budget还要派钱哦 啊 因为 现在人民很不满嘛 我们知道 对 搬车嘛 那个起价值这么高 那个民望搬车嘛 所以 他一定要靠这个Budget呢 把明年的钱呢 他来 就是狠狠地派 这个史上最厉害的一场Budget 史上派成果派最夸张的一个Budget 所以又要准备100亿 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呢 就派给人民 所以 他派完之后呢 11、12月呢 才大损 这次他一定要派到够 他派不够呢 他一定倒台一定输 才会输到国宋 才会输到清零 我跟你讲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所以他一定要派到够狠 所以这边呢 又花了100亿 100亿去派韩国 所以你看自己看到哪国家上多少钱 啊 然后这个首相最近在搞什么 首相在搞穿衣服 最近又穿保利 又穿这个6900块衣服 他只会做这个东西 哎呦 你看这个也是得不配位 其实严格讲起来呢 这个还是我们清华大学毕业生呢 如果由他做首相 那你不能讲他有多好 但是至少好过这个 整天在穿衣服的这个 这个完全没有用了 完全没有用处了 完全没有用处了 完全他没有做首相的资格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 也坐在那个首相的位置 所以他不是天天穿不同衣服 给你看哦 在那边的东西 这个股票都会长很厉害 那这个家店他们全部会长很厉害 那那个家店他们全部会长很厉害 所以那个油嘛 你看油一上架呢 给人干到完 那种败子端的那种油 那么这个肌肉涨价呢 现在那个卖鸡的小贩出一个新高 OK 加一块钱帮你涨 OK 涨 涨 加一块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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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准备了 准备要示威了 准备要那个维权 这次会很厉害一下 这大学生出来 因为大学生一出来 大学生一出来 反政府他们就完蛋了 所以他跟你讲 这财政运送案呢 他会派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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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他派到国家破产了 他都感觉他 总之他要保住他的位置就对了 这个很快就会出来了 因为全世界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这种的 这个大马的 这些抗战应该是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 当然人家教政府是继续给的 你不给的话呢 乱了出来闹了 出来打 出来 像外国家闹一次 闹一次 你损失几十一几十亿 这样子的 那个 这个 伊斯兰招费人学会 他说没有办法了 下个月物价涨38% 蛮夸张一下 30% 反正怎么都 我觉得这样30%是合理的 反正你去买东西 你看最少都是上10% 那时候人民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 不然呢 完全活不下 所以人民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呢 真的你要赚多钱 唯一的出路 唯一 solution 就是你要提高收入 应该没有其他办法的 你去买那个 带一公斤政府补贴的油 你去买补贴的鸡肉 我跟你讲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 那么现在那些怨妇 怨妇 以前呢 或者他要烂他的家婆死掉呢 或者要烂他的家 通常没有用家公 就是要烂家婆死掉呢 还是烂他的老公死掉呢 以前呢 我们看戏嘛 看戏要放披酸 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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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用了的 现在这些孕妇啊 他天天买那个带纸专的 政府补贴的那个油 买那个政府补贴的那个鸡肉 天天拿那个油煮那个鸡肉 就不用什么 屁酸都不用了 很快的 很快的他的家婆 就死掉掉给你看了 我跟你讲的 不是开玩笑 所以这种东西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健康 知道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 你一定要提高收入呢 你才能够摆脱你 才能够不用吃那种东西 那个很不健康的 那种油 那个鸡肉 那种鸡呢 我也不知道 他反正他要卖便宜 卖便宜乱养 给他乱吃东西 你吃下去呢 真的 你不用 你不用放披酸 那他的老公就死了 他的家婆就死了 真的很夸张啊 你吃下去你就知道了 你为了那便宜那几块钱 你短命啊 为了便宜那几块钱 或者你坦穿 坦10年 坦20年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必须改变什么方式 唯一方式你收入提升 收入提升呢 我们买好的油吃 吃干凸鸡 你买干凸鸡呢 干凸鸡至少OK嘛 没有这样堵嘛 买那种比较好的油呢 不会吃到那个 吃到你坦穿坦 四年二十年了 很可怕的知道吗 所以 真的真的 这个圈卡 来我们再看一点点 一些新闻 所以 这人命的钱 到底去到哪里 你看盗款 以诈骗共存 以盗款共存 最新数据出来 国内商业罪案 就是讲诈骗 诈骗就叫商业罪案 诈骗炸掉52亿 人命的钱来的 哇 这个大马人啊 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骗 真的是一个洒白钱 你看我们新闻 我们报导这么多次了 但我们节目也报导这么多次了 还是这么傻白钱哦 有一个女子呢 去上网借一万块 那个人叫她 OK 手术费先付 先付手术费 才可以借你一万块 付了之后呢 人家是诈骗 中诈骗 这个最惨的 你看 诈骗失望了 就发生这个悲剧 那个想讲人家 人都没有意思 自己搞定自己 然后这个 他叫你下载那个 这个人家 这个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还是不明白 还是有人 中这个东西 你看人民呢 就一直一直遭遇这个诈骗 就在万物又涨价 涨价 涨价这么夸张 政府在补贴 政府在破产 人民的还是保不住钱 还是给这个诈骗呢 炸掉哦 所以 那个数据出来呢 大马是犯罪呢 已经去到亚洲地势高了 一点都不奇怪 然后纯东南亚最危险的城市 叫巴森 那个另外一个数据也是这样子讲 因为人家不相信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 这么多的这种 这种的实体罪案 还是虚拟罪案呢 所以你看 人家找不到吃呢 人家就来搞这个诈骗嘛 他诈骗怎么好赚 因为你看这些人 你看这样子 这样子 你看都是几万几万几千几千 都是这样子 被诈骗的 这期的信息就给大家看见了 现在我们大马面临这个极其严重的这个问题 这个人民天天被割韭菜 那个政府也是自己在割自己韭菜 他这样子割菜就怎么办 这个迟早撑不住了 他一年八百亿 明年明年就升到一千亿了 他千多亿 那个国家收入都没有这样高 国家办得 那所得税都收不到这样高 那个卖一卖 那个油也卖不到这样高 那个油东又跌价 什么又跌价 什么外资又不来 他国家没有这样多钱呢 他怎样撑得住 是不是 这个泡沫呢 迟早就爆破了嘛 就是那些人为了损票啊 为了讨好损民啊 为了怕人家出来示威啊 那个学生要出来 大学生要出来嘛 大学生出来 他补贴又补高一点哦 他就这样子做了 他就一直以来呢 用这个方法夹住了 一直拿钱来塞住你的嘴巴 一直拿钱来让你不出来示威 一直拿钱来让你支持他 所以这个呢 迟早会爆破 迟早会爆破 那爆破的一天呢 就是大马的完蛋的那一天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期呢 你问我Solution 我暂时我也讲不出来 反正我们有那个清华大学 那个金融管理学士 给他去烦恼吧 他是我们内阁里面的 唯一的专业人士嘛 唯一 那个他的Qualification很 适合他做 那位置给他去烦恼啦 没办法啦 CIMB的那个总裁 CIMB的这个 他如果他管不到的话 大马也没有人可以管得到的 没有人会好过他的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这一期韭菜人生呢 就到这里啊 希望这一期节目呢 给大家看得见 我们一些未来的一个方向啊 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那么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再见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要不要再回见 我们下回见